美国总统奥巴马4号针对乌克兰局势表态说 只要双方不通过军事等手段进入乌克兰 并且试图干涉本应由乌克兰人民做出的决定 乌克兰有能力既成为西方的朋友 又成为俄罗斯的朋友 此外奥巴马还称 说俄罗斯在克里米亚抬取的行动 将会促使众多国家进一步远离 他再次敦促俄方与国际社会一道 帮助稳定乌克兰局势 美国3号宣布暂停与俄的军事合作 同时暂停与俄举行贸易和投资谈判 那么此前美国等七国已经宣布 将抵制将于今年6月 在俄罗斯索契举行的八国集团的峰会